随着GTC2022大会的即将开幕 作为AVIDIA CEO的老黄 也将为玩家们展示新一轮的技术更新和产品迭代 但在此之前 关于40系显卡的部分性能也得到了正式披露 其中甜品级的RTX4060 就能打赢本代旗舰RTX3080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请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从此前黑客组织 LobSus所泄露的信息就可以看出 40系显卡的整体规格 确实是要比目前的30系显卡强上不少 其中RTX4090将会基于AD102核心打造 拥有144个SM单元和18432个扩大核心 参数规格相比RTX3090提升了约75% RTX4080将会基于AD103核心打造 拥有84个SM单元和10752个扩大核心 参数规格相比RTX3080提升了约23% RTX4070将会基于AD104核心打造 拥有60个SM单元和7680个扩大核心 参数规格相比RTX3090提升了25% RTX4060将会基于AD106核心打造 拥有36个SM单元和4608个扩大核心 参数规格相比RTX3060提升了28% 至于RTX4050则会基于AD107核心打造 拥有24个SM单元和3072个扩大核心 参数规格相比RTX3050提升了20% 也而需要注意的是 除了升级SM单元和扩大核心外 OIDA将会为40系显卡首发引入缓存加持技术 也就是与AMD目前的Unifunity Catch技术类似 但根据WARCH的消息指出 由于即将WARCH的RTX3090Ti其所拥有的21Gbps显存带宽 也并非是完整的GDDR6X配置 所以OIDA将会为40系显卡升级GDDR7显存 但会是之后的40系Super系列才会配备 至于GDDR7显存 预计将提供高达32Gbps的传输速度 和支持实时错误的保护技术 如果再配合256bit位宽 则可提供1Tbps的总带宽 配合384bit位宽 则提供1.5Tbps的总带宽 而配合512bit位宽 最高则可提供2Tbps的总带宽 对比目前的GDDR6显存来说 可谓是有了质的飞跃 但这样的代价便是显卡功耗极具攀升 其中RTX4090的最高功耗 预计将来到450W到600W RTX4080的最高功耗 预计将来到350W到450W RTX4070的最高功耗 预计将来到250W到350W RTX4060的最高功耗 预计将来到250W到300W RTX4050的最高功耗 预计将来到180W到250W 同时全系配备的电源接口 也将有望启用单12PIN的PCIe 5.0接口 至于在性能方面 根据消息表示 40细显卡将会迎来重大升级 其中RTX4090的光栓性能 对比RTX3090提升了约80%到110% 光追性能提升了200% RTX4070的光栓性能 对比RTX3090提升10%到30% 光追性能提升20%到30% 而RTX4060的光栓性能 则持平RTX3080 同时光追性能持平RTX3090 至于RTX4050的光栓性能和光追性能 则基本持平RTX3060 这样一来 40系显卡中的甜品 就能打败30系中的旗舰 这波怕不是老黄疯狂 被刺30系老用户啊 我哭了 你们呢 而发售时间的话 40系显卡将有望在今年9月公布 也就是还有接近半年的时间 至于价格嘛 大家可以把你认为的售价 发在弹幕上 或者评论区留言 而你的一键三连 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 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